所以我們特別提醒 在我們這樣 我們特別講說我們是強烈建議 如果沒有辦法做好萬全的準備 那就請延遲或者是不要辦 想請教一下指揮官 像最近那個台北燈會也在演議要不要舉辦 所以意思是說如果他們沒有沒有提交這個防疫應變計畫的話 指揮中心就會要求他們停辦或延後嗎 我們現在認為風險是提高 但是沒有提高等級 我們知道現在的等級 我們是維持在 有境外移入引發社區零星感染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在過年前也是在這個等級 那不過那時候在社區零星感染就是一個 那現在顯然是在同一個等級 那但是呢 它的一個嚴重度比在過年前的時候要來的嚴峻 那當然沒有進入到我們下一級 那下一級就有不明傳染源的時候 有不明社區 有不明傳染源的時候 那我們會禁止 我們會禁止500人以上 室外500人以上 室內100人以上的活動 那仍然維持在一級 我們是建議 要來延遲或取消或延遲 相關大型的活動 所以我們特別提醒 在我們這樣 我們還特別講說 我們是強烈建議 如果沒有辦法做好 萬全的準備 那就請延遲 或者是不要辦 謝謝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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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客人 謝謝客人 謝謝你看看 我們在視界 對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